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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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扎被问到有没有男朋友 他表示自己没有交过男朋友 很期待恋爱什么的 随后有网友扒出了他和异性的亲戚照 再次被打脸 早在2014年9月22日 网上就有人爆料 那扎进入郑爽和张翰的恋情 连人被狗仔多番拍到后 仍回应传闻不实 后来高调公布恋情 明明恋爱了 又否认 又是自己打脸的节奏 承认恋情后 那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 他真的很好 来高调施爱 不过看评论也真是醉了 这样不看好的恋情 能否长久 就看当事人自己了 今日有网友扒出一组鼓励那扎和前男友的激吻照 那扎随即在微博上发出了一组自己变肥女的照片 并称过去的早已是过去式 照片引发网友讨论 有不少网友纷纷跑到张翰微博下留言明天热搜件 更有网友调侃留言称郑爽大仇已报 然后唐主发话了 评论区里也是一片绿啊 那扎妹子确实是招黑体制 从一出道到现在被曝过的黑历史不少 连上综艺节目 在林青霞姐姐面前吐吐苦水 也要被拿来黑一番贴上矫情的标签 还有被拿来和爽妹子赵丽颖对比一番 那扎这么一个漂亮的妹子为什么频频被黑 鼓励那扎打着北影第一美女的名号走红网络 却有传闻指 早在那扎进入北影之前就是美空的兼职模特 那扎曾表示周星驰在看到他的照片后惊为天人 邀请他签约并出演电影 但自己一番考虑后谢绝了周星驰 如果不拒绝的话 那西游祥摩里的书旗原本定的是那扎咯 当时在拍完轩人见后接受采访中 那扎曾经说 我不演床戏 不穿比基尼 吻戏要借位 采访一出 网友就翻出他早前拍摄的各种大尺度照片 在2014年分手大师里也是各种泳装秀 那扎自己打脸打得真疼呢 之前那扎被问到有没有男朋友 他表示自己没有交过男朋友 很期待恋爱什么的 随后有网友发出了他和异性的亲密照 再次被打脸 早在2014年9月22日 网上就有人爆料 那扎进入郑爽和张翰的恋情 连人被狗仔多番拍到后 仍回应传闻不实 后来高调公布恋情 明明恋爱了 又否认 又是自己打脸的节奏 承认恋情后 那扎还专门写了一篇文 他真的很好 来高调示爱 不过看评论也真是罪了 这样不看好的恋情 能否长久 就看当事人自己了